出个啥冲锋箱好点呢 维克托不错 配件还多 P90 对呀 怎么把它忘了 应该算个隐藏大佬了吧 用的人不多 但很强 就是配件有点少 好 今天目标很简单 突破1000万 这赛季都没怎么好好挣钱 到现在才700万 算是对自己服个贫 呀 打不着打不着 问题不大 搭理他一下都算我输 既然已经定了目标 那就一心只有辐射区 其他都是辐射区 第一个到的 相当于成功一半了 用冲锋枪 我一律带800发普通子弹 一般都够了 但看情况这伤害有点低呀 得一个弹夹搞定一个 毕竟完好的 一心想赚钱的话 其实很容易 就是两个字 投铁 硬着头皮进辐射区就对了 都不用多好的装备 多久没遇到这么肥的了 只开辐射区的话 我还从没一把赚300万 一次都没有 但我看这把有希望啊 金条蓝图太多了 那岂不是一把就达成目标 直接就到1000万 哎呀 不好 好像没事 他没子弹了 赶紧跑 这一跑不要紧 直接跑到地铁口 知道什么叫放虎归山吧 他惨了 接下来他没好日子过了 我又回来了 这次直接占领图书馆 把这人拿下再说 他还真以为我逃跑了 竟然大摇大摆的开箱子 打他 有点肉 是个六级 慢慢来 反正他别想开 他去哪我都知道 不会吧 心太大了吧 这还想着开箱子呢 看不起我的伤害 这下老实了吧 但说实话 我很担心这些子弹够不够 尽量打头发 能省则省 六级的包还没舔 不打完狗子也走不了了啊 哎呀 又来 没事没事 我还有意思 可恶啊 六级的包还没舔呢 亏大了 打点装备多不容易啊 我boss都没打 只为第一个进来 我今天的目标太明确了 可惜这人没走我这边 但没关系 他不找我 我找他 还是留下来吧你 掉了两样 看得出来的建立了 好 再有人进来的话 需要等一会儿 我不等了 直接进 又开始了 金条就是香 就是这个节奏 保持壮 对 蓝图也可以 是红的就行 这次我学聪明了 武器墙也不开 直接进图书馆 不给他们机会 看来800发普通还是够的 等等 有人来了 不慌 有什么意思写了 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地形的优势 人应该在下面了 好家伙 身后一群喇喇喇队 好像又是一个六级 真是有点肉 感觉要爆红了 但我还是得先把箱子开一开 这两码金条可真多 这盒子为啥没光呢 仇人 杀都不掉 但愿杀马那个六级也是 继续开 有金条就行了 蓝图也行 这是真的肥 哦耶 根本停不下来 说把信号枪就完美了 可惜啊 还是物资箱给面子 所谓吉人自有天相 根本没有老六等我 这把顺利返回 轻轻松松赚了220万 但是距离1000万还差一点点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哎 有脚步 他比我快 但他选择去了黑市 这个选择就导致他会成河 搞定 就这吗 不可能有人比我更快了 还有时间看看黑市 没信号枪啊 又来了 一把快的话20分钟左右 成功一次最少150万 那这样玩一天不得上亿啊 反正我是没那么多时间 最多也就两三把 所以攒钱打装备都不是很快 这把又挺肥的 200万又有了 nice 越来越好 200万绝对没问题 还剩最后一个武器箱 有点危险 其实可以放弃 但不行 不开一下 总感觉会损失一个页 呀 你看 幸好开了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关键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啊 毕竟带皮肤 因为钢铁M24的原因 这把比上马够坏 返回了 又是15分钟不到 又是210万 妥妥的超1000万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